大脑是最大的耗能器官 换句话说 大脑是身体中最贪吃的器官 俗话说 好马配好鞍 好功用好料 大脑作为人体内最神奇 最忙碌 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它虽然贪吃 但口味也非常挑剔 好的 马上进入正题 来看看大脑最爱吃的食物和营养 有哪些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大脑的建筑工程师 优质脂肪 如今可以说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人人减肥的时代 当我们喊着要素身减肥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目光死死地 盯住自己的水桶腰 熊猫背 但是你知道吗 脑袋才是我们身体最胖的器官 人脑组织有较多的脂肪 脂肪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内脏如果囤积太多 就会引起压健康 但是我们大脑里的脂肪 却是智力发展的肥沃土地 但是不是所有叫脂肪的 我们大脑都爱 它最喜欢两种优质脂肪 第一是必须脂肪酸 它呢 有点像大脑润滑剂的角色吧 能确保我们的大脑 高速而又顺畅的运作 如果缺乏必须脂肪酸 就像高速运转的轮子 突然生锈或卡壳了 就会阻碍脑工穴 导致人的思维混乱 心情沮丧等 苏格兰邓迪大学的研究表明 如果在婴儿食品中添加DHA 那么孩子长到十个月的时候 解决问题的能力会超过同龄人 有人通过给三至八岁 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做过试验 比如阅读困难 注意力不集中 多动症的孩子 通过每天补充DHA和EPA 发现他们思考力 智力等方面 得到很大改善 大脑喜欢的第二种优质脂肪 就是磷脂 磷脂像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成一位优秀的邮差 他参与随翘的构成 促进大脑中各种信号的顺畅传递 这么说吧 孩子们心情愉悦 思路清晰 聪明伶俐 那都是大脑中充足的灵芝 在欢快歌唱 因为一位优秀的邮差 可以调动各个信号 快速传递 使我们的人脑思维敏捷 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强 而且呀 这位灵芝邮差 还有一个很棒的人品 就是不会使人发胖 还能帮助人体分解脂肪 即便是肥胖的孩子 也可以快乐地补充这种脂肪 其次 再来说说大脑的电力工程师 氨基酸 氨基酸是构成大脑中最基本的物质 有了它 我们的脑力就电力十足 能量满满 现代生物研究发现 人之所以聪明 智慧与其硕大的大脑分不开 人在进化的过程中 掌握了获取氨基酸的本领 因此头脑发达 智商极高 逐渐主宰这个世界 你看大猩猩 尽管和人类比较接近 但由于脑容量小 智商只有三岁小孩的水平 可见 大脑容量 也就是氨基酸含量 决定了人的智力和记忆力的高低 因此 补脑 建脑 提高记忆的关键 需要全面补充氨基酸 科学家研究发现 我们大脑中的记忆素 含有七种氨基酸 这七种氨基酸 负责持续补充大脑所需的营养 如果七种氨基酸中 有一种缺乏或不足 就像短板理论那样 所有的记忆物质合成 都将受到限制 导致记忆力减退 尤其对我们学龄小朋友来说 对氨基酸的需求更全面 一般来说 大脑中氨基酸 每三小时 就要更新一次 而小朋友们学习任务中 用脑比较多 需要每天及时补充营养 如果补充不够 容易造成失眠 大脑疲惫 思维迟钝 注意力不集中 而对于年龄更小的 学龄前的小朋友来说 这些人类小幼崽们 虽然没有学习压力 但由于消化系统 未发育完全 吸收不过好 有时还容易偏食挑食 这时父母也要尤其注意了 及时给孩子补充 富含氨基酸的食物 或补充剂 为大脑发育 打下良好基础 最后 咱们谈谈大脑的 调控工程师 调控工程师 膳食纤维 以及多种维生素 和矿物质 我们都知道 专注力很重要 有些孩子做一件事 几个小时 都能注意力始终在线 而有的孩子呢 用家长的话来说 就像坐不稳的猴子屁股 到处乱窜 久久无法平静 其实这都是孩子 大脑的稳定性表现 而大脑是否稳定 大部分来自于血糖浓度 是否稳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们 曾经选取了两组儿童 作为研究对象 一组选取在日常饮食结构中 葡萄糖摄入比较高的小朋友 比如经常摄入白糖和精致碳水 而另一组选取葡萄糖均衡摄入的小朋友 最后发现 有高糖饮食习惯的孩子和另一组相比 智商差距竟然高达25% 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 因为长期高糖高碳水的饮食结构 对孩子大脑发育是不利的 想象一下 孩子摄入高葡萄糖后 大脑中的血糖浓度 就会像游乐园里的过山车一样 大起大落 一直处于起起伏伏的不稳定状态中 当血糖突然降低时 这时孩子的大脑表现 就像70岁的老人 记忆力差 很容易分心和开小差 因此 2019年 国家卫健委开展减糖专项行动 中小学校及幼托机构 限制销售高糖饮料和零食 2020年 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再次发布限糖令 三岁以下应用儿食品 禁制加糖 而另一部分正常摄入营养的孩子 他们的饮食结构 富含膳食纤维 蛋白 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比如豆类 坚果 水果 全麦穀物等等 他们的情绪和行为更稳定 智商表现也更高 因此 听专家的话 摄入太多的糖 真的会变笨哦 而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就是调节血糖的 有力武器 这里再多捞几具维生素和矿物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 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 所必须的营养素 尤其是B6 B12 维生素C 铁 钙等都是搭建大脑的必须建筑材料 缺一不可 然而 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 你可以理解为一位助人为乐的活雷锋 因为以上提到的几位大脑工程师都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来帮助转化 比如它能帮助人体把葡萄糖转化为能量 把氨基酸转化为神经地质 把亚麻酸这种必须脂肪酸转化为DHA 还有把胆碱和酸酸转化为磷脂 此时此刻 我只想说大脑如果要颁发助人为乐好人症 那必须是你了 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构建和调整大脑与神经系统的过程中 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好的 三位大脑工程师是不是一味比一味厉害和给力 他们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聪明 记得帮孩子都请到碗里来哦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愿我们每一个家长都能关注起孩子大脑的营养问题 下期开始 我们将开始孩子儿童身高的话题 拜